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霞在万蝶云山间流淌 幻化出海的样子 大地在这里写下罕见的万卷天书 记载着距今18亿年至8亿年间的沧桑往事 我们跟随风雨时光的足迹 倾听地球的耳语 与万千美好相遇 雄观鲜爱 毅力闪电 曾经的骨脚争鸣 刀光剑影 早已远去 美牛五月 来自不同国度的三千多名寻手 齐聚天津 一同在长城上奔跑 多猜 平等 包容 正在超越隔阂 冲突 和对抗 何而不同 每每与共 这是美丽中国生态家园的幸福分享 红阔金宝 渤海西岸 大地斑斓 每年春秋 这里都会照例奉上当季最流行的大地色盐影盘 汉代 这里就开始逐海熬波 情堆如雪 长如岩 形如玉沙 独味鲜鲜 对于天津日而言 大海 从不意味着阻隔 而是时间的味道 是通往远方的道路 通达 是这座城市最原始的资本 全长73公里的海河 通江达海 早在19世纪末 它就成为中国北方最忙碌的黄金隧道 天津与世界相连 创造着惊人的财富神话 如今 货船已经不再驶入市区 艺术的奇思妙巷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近百座桥梁 神资各异 互为风景 海河如同天鹅景般 优雅蜿蜒 五大道 一风区 徐徐徐展开了天鹅的两翼 鸦片战争后 天津被迫成为开不通商的口岸 一座城市内 画出九国租境 全世界也绝无仅有 在这里 历史与未来交响 天津与世界没有距离 在这里 不必匆忙赶路 更慢一点 陆雨接风景 一步 便可纵览万国风情 一楼 既能讲述 百年风云 看见天津 超越所见